今天这个咱们邀请的是郑州大学的惠菲老师 来给咱们进行导电原子力显微镜 原位观测电子突出的纳米级动态响应的相关网络讲座 为了保证咱们讲座的顺利进行呢 讲座期间大家都会被静音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是可以在这个就是下方这个系统这个方面 有这个问答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这个问答环节 然后有问题可以提前发到这个问答里面 然后等咱们讲座结束之后呢 我会请惠老师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 好 惠老师您那边如果准备好的话 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的 可以 行 好的 那个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非常首先非常感谢帕克的邀请 然后让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 大家汇报一下我 之前的有关导电原子力显微镜的一方面的工作 那今天跟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导电原子力显微镜原位观测电子突出的纳米动态响应 首先呢我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研究背景 是关于人工神经网络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这个人工智能呢已经深入到这个我们生活呀以及这个社会的各个各个方面 然后包括这个经济健康以及国家安全 那在人工智能方面啊其中主要的一个技术就是依托就是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也是构成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础 那人工神经网络我们就是在人工智能里面 我们可以用人工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去进行一些声音图像啊 一些识别还有一些大数据啊等等的一些处理 关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他这个构建模块 他每个这个人工神经网络是由多个多层的神经元构成的 那每一层的神经元每一层神经元他呃就是有呃就是说在神经元和神经神经元的连接之间 这个连接线他是用突出来来表示的 哪个神经元他包含这个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输出层 那对于神经元的他的一个势能主要是通过这个呃 阵列的这个相承通过上一层这个输入 然后呃就是和这个突出的权重相承的一个求和 然后最终得到他的这个有关这个神经元的一个势能 那对应着呃通过这个不同的函数去调控这个输出的这个性输出的这个大小 那人物神经网络他不仅仅是一种数学的一个算法 另外他也是具有这个能够呃表现模拟这个是生物神经突出的一些行为 所以他经常会用来去构建呃就是以呃这个内脑内脑计算为就是用他去构建内脑的计算 那关于这个电子突出和电子神经元他有非常呃 他如果用于构建这个人精神经网络他需要满足一些呃下来的一些条件 除了他这个需要满足低功耗呃这个小尺寸等等之外 他还有分别对于突出和神经元他有不同的这个特性 那举个例子来说那最开始IBM构建的呃一个突出就是用六个晶体管去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突出这样的一个呃结构 那除了呃经体除了这个晶体管之外 一组器也是一种非常具有啊应用前景的去作为这个突出作为电穴仿装突出的一个器件 因为一组器他是主要是由这个金属绝缘层和金属这样的垂直的这个三明治结构构成的 那他的可以呃更容易实现这个高的集成密度集成集成密度 那对于一组器的话他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啊给他施加一个电厂 然后再呃使这个电电层里边的发生一些啊离子啊一些迁移 从而改变他的一些电阻在不同的在施加不同的电啊电压啊偏压方向 可以实现这个非意识性的双极性的阻变 从将他从高高组在高组态和低组态之间进行切换 另外呢他也有一些可以实现一些啊比较意识性的这个啊 这个预值的一个阻变 也就是说在同向的这个偏压下 他可以实现高低组态的这样的一个啊切换 那一组器的工作原理呢 他呃呃主要是通过电厂去调控他这个啊 主辨层的这个组织 那他的工作原理和呃生物神经突处的就比较非常相似 那生物神经突处主要是我们给他一个刺激 在这个前神经源和后神经源之间的一个呃动作定位 从而使他的这个权重发生一个改变 那所以基于他们相似的工作原理 现在大多数研究工作是 用这个一组器作为这个电磁学仿生突出 也就是电子突出去模拟生物神经突出的 他的一些突出行为 那在这个这个王忠玉老师这篇工作中 他就是构建了一个人工神经 神经网络他的一个阵列 他主要包含这个神经元以及这个电子突出 那这个作为突出部分呢 他也是有这个金属这个杨哈组变层 以及另外一个金属构成的 那同样的这个神经元也是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重要用这样的一个交叉阵列可以实现 我们致力去实现一些 就是对双极性和这个单极性 因为用它去构建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是很很复杂的 那我们需要它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小 另外它的功耗很低 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 我更就是在这个工作 在今天接下来的报告当中 可能更关注于它的这个尺寸方面 那关于小尺寸的一组器的这个 关于一组器的结构 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去模拟内脑计算 去模拟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它包含的像我们人脑的 它其中包含的神经元的个数 以及这个突出的个数 这个不是电子突出 这个有点错误 这个突出的个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们就需要从它尺寸方面 首先要就是设计非常 就是选用非常小的 非常薄的材料 或者非常小 构建非常小的尺寸 那这个表格汇总了 不同材料 就是不同工作中 使用不同的材料 得到的这样的 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突出的 这个不同的尺寸 以及它们模拟的 这个突出可塑性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大多数 实验室的这个工艺条件 它很难去实现 这个很难 或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去得到非常小尺寸的 那往往在大多数功能当中 它们的尺寸都是在微米级别 或者是更大 那这里列举了一些 比较具有典型性的 这个器件的结构 它主要是以这个金属 绝缘层金属这样的垂直结构 为器件单元的一些结构类型 那最终这个是比较简 最常用的 或者也不是最常用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作为一个 你在一个底电极上面 沉浸的组边层 然后用一些 用这个模板 直接覆盖在这个组边层上面 然后进行电极的这个中度 最后我们得到这个不同尺寸的 不同图案的这样的电极 那这种还有是交叉点结构的 交叉点结构的话 我们往往是用这个光刻 普通的光刻 那我们实验室常用的光刻 它的精度就最好的 可能达到两个微米 或者一个微米这样的 所以另外这个过程中 涉及到这个光刻呀 这个在做这个电极的中度啊 等等就是比较多的步骤 那同样的这个交叉阵点的 也是用这个光刻 并结合着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小尺寸的 就需要结合电子数光刻 电子数光刻对于普通光刻来说 它的就是就是做一个器件 它可能耗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 另外也有工作去 做这个构建一些纳米点 就是用一些AO模板 去沉积去长一些这个电极 然后去达到小尺寸的 这样的一个器件 那前期的工程当中 也有也有报道了 这个非常小尺寸的 交叉之内的构建 比如说这个10乘10的 以及2乘2纳米的 那在这两种 在这些构建的器件当中 它们都涉及到 就是对工艺 这位工艺要求很高 那在这个10乘10的工程 它还相对得到比较好的 这个器件性能 那在2乘2的这个 它在文章中 它只只有少量的 这样的这个特性 特性曲线的这个展示 所以说不管是从器件的制备 还是它性能方面 都是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那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检测 或者说探测 在一些非常小的尺寸内 这个材料的 它的一些突出特性 或者一些电穴特性呢 那在早期 在2011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中有报道了 它们是基于扫描隧道显微镜 去探测这个突出 突出响应 那至于扫描 探测显微镜 它的原理也是说 因为扫描隧道显微镜 它的 扫描隧道显微镜 它的这个探针是导电的 那如果我们 如果它是在这个 这个阻边层 这个阻边层和这个 底电级金属上 它进行 也是构建了一个这样的 MIM的三明治结构 那STM它的特性 就是说在 它的探针是 和这个量平表面 不是直接接触 它有一个NAMOGAF 就是一个纳米空隙 虽然它这个工作中 也是成功的模拟了 这个突出的一些性 就是我们推测 这个纳米 在纳米空隙 因为它不是说 非直接 它是不是直接的接触 所以它这个空隙 可能会导致 比如说 你得到的 或者是说 不同位置之间的 它的这个差异性 或者可变性 比较高 在我的工作当中 我就是基于这个 导电原子力显微镜 因为导电原子力显微镜 它也是一个导电的 纳米碳针 是导电纳米碳针 去 但它和STM不同的是 它和式样品 是直接接触的 而且针尖和样品之间 或者基底 就是探测样品的 这个 接触力是可控的 我们能很好的控制 它的这个一个接触 那另外是 基于这个纳米碳针 它非常小的 这个 这个针尖和样品的 接触面积 那我们就是可以探测 非常局域的 这个区域内的 它的一些 动态响应 一些 这些电学曲线 电学特性 那 在这部分 这部分 我将会重点介绍 如何用CFM 去 这个探测 这个纳米尺寸的 这个突出响应 在我们工作中 因为我之前 也做比较多 有关二维材料的 二维材料 它本身具有好的 机械性啊 以及电学等等 各方面的特性质 也优异的性质 另外呢 它的柔 柔韧性 它的这个柔性 和这个透明性 也非常的好 所以 我就是 选择了一种 绝缘 就是绝缘的 二维材料 就代表性的 就是氧化石墨烯 我选的氧化石墨烯 一方面是因为 它比较容易获得 因为我们常常会 就石墨 石墨嘛 石墨就是用一些 氧化还原 方法 会得到一些氧化石墨 然后并通过 一些喷涂法 分图技术 将它 在这个目标基底 或者是一些复杂的 这个基底表面 进行一个包覆 就如果我们把它 分图在一个 导变的基底上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形成 这样的一个组变层 这个绝缘层和 金属的一个基底 那首先就是在进行了 对制备的这个氧化石墨烯片层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表征 这个TEM 我们得到的 就推移TEM和AFM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有 我们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尺寸 然后做了一些定性的 比如说拉曼呢 以这个认知性的表征 就会发现它这个氧化石墨烯 它具有很好的清水性 说明它就是我们 在它上面已经修饰了 比较好的这个氧化官团 就是要实现的这个 绝缘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用一种 就可拓展性的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大面积制备的一个方法 去得到氧化石墨细胞膜 那这个工作是和电条大学 石墨细研究中心的老师 和老师们合作的 就是在他们 在那个实验室 我们用这个喷涂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通过调控 这个喷头和基底之间的距离 它的这个流速 这个控制 这个压力等等 然后去做了一系列尝试 在目标基底 这个不是目标 这个就是氧化硅基底 做了一个就是喷涂 然后去表证它 是不是它的这个形成的 氧化石墨细的这个薄膜 那同样的我们想要尝试 它是不是在这个纳米碳针上面 能够实现良好的包覆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不同的尝试 这个是首次尝试 我们发现它可能没有形成一个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包覆 另外呢 去通过调控这个氧化石墨细 溶液的 它这个浓度呀 我们可以发现它浓度低的话 可能覆盖率就比较 就是在针尖的覆盖率会比较低一些 那最终呢 通过调整不同的参数 这个溶液的参数 以及这个喷涂 喷涂这个过程的参数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氧化石墨细包覆的这个纳米碳针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尺寸的一个SEM图 这个是一个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碳针 那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石墨细包覆的一个碳针 那我们其实更只是关注这个针尖的部分 针尖的部分 它如果有很好的包覆 就可以 那接下来在我们得到这个氧化石墨细包覆的碳针之后 如果我们用一个选择一个金属的一个 呃样品或者是就一个导电的基底 那我们在就是用AFM测试过程当中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这样的金属 绝缘层这样金属的这样一个垂直的 一个非常小尺寸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同样的我们不仅可以把氧化石墨细包覆在碳针上面 那包覆在任何的一个 喷附在一个任何的基底上面 也是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里有一个呃呃呃 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是 系图是一个常规的CFM呃CFM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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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情况下不加那个高压模块的时候, 一般我们可以施加的这个电压最大可以达到正负10V, 那电流的话, 这个根据不同的AFM也有所差异, 可以到那, 那最大的也就到这个VM的级别, 而且呢在这个采集, 我们采集这个IB曲线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线流的, 就是说它不会说限制, 给它一个限制到达一定的电流之后, 它就停止,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限量, 而且另外它只能施加这个斜率电压, 就是那在我们的实验当中, 因为我们常规测这个器件的电学特性的话, 我们是用的是探针台, 加上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那其实主要功能是基于这个半导体参数分析仪, 我们可以通过半导体参数分析采集这个正常的这个偏压IV, 然后可以采集这个快速的, 也就是快速的偏压, 就是脉冲模块, 那另外还可以测一些IT啊等等的一些等等很多功能, 那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SPA和AFM集成起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一是借助于探针和探针它的这个非常小的这个接触尺寸, 接触面积, 那另外就是可以将SPA它的比方这个模块啊, 它的等等一些功能, 然后就是在这个小尺寸上面去实现, 那SPA的话它可以实现就是正负100伏的这样的一个偏压施加, 那电流的话就真的可以达到这个毫安级别, 另外是我们可以在上面任意设置这个线流, 就是说这个限制电流, 这样不至于我们在测器件, 或者测这个比尔宝的产品的话, 让它发生一个损坏, 同时呢它不仅可以设置这个电流, 可以设置这个快速的这个脉冲点压, 那在我们这个搭建完这个, 连接完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测试, 这边这个是我, 这个工作就是我, 这个我们就首先使用这个养化细胞细胞的探针, 在这个就是薄简化细胞细和铜这个结构上面, 就是去给它施加一个电压, 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小于一幅的时候,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电流, 可能是就是一些噪声, 那当我们当电压施加到三幅左右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电流的一个突变,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这个施加电压使它突破了它这个系统, 会有一个电流的瞬间的一个增加, 也就是导电性的瞬间的一个导通, 那它到这个饱和电流之后, 当我们在电压减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组织, 电阻的一个变化, 它会到一个相对低的一个阻态, 那当我们在重复采集电压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重复性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在低阻态中, 我们会叫它这个set和reset这样的一个特性曲线, 另外是因为在同一项电压下, 它的它可以实现比方说到低阻态之后, 它在同一个位置, 它又恢复到了一个高阻态, 那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叫做它是stress曲的, 就是预值的一个组变, 就是意识性的一个组变,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数据的数据分析, 会对到它的这个set电压和reset电压, 它的可变性是比较, 就是是合理的, 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在这个我们实现它的一个高的重复性和可靠性, 但是我们想要去用这个spa加cfm去实现它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信号的这个采集, 所以我们就给它利用这个脉冲模块, 就是快速电压模块, 去设置它的这不同的脉冲宽度, 以及这个脉冲电压和它的间隔时间, 在这个低阻态下面, 我们就去探讨它的这个持育现象, 那当这个脉冲每两个脉冲间隔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它这个电流就恢复了它的一个初始状态, 每一个脉冲之后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恢复到它的这个初始的一个状态, 那随着它这个脉冲间隔减小, 逐步的减小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就是说没有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恢复到一个初始的状态, 它们就发现它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信号就是信息逐渐增强的, 所以我们就初步的实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可控的一个信号采集, 在这个脉冲环境下, 那通过调整就是使用不同的这个脉冲宽度呀, 脉冲,脉冲间隔等等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测试, 就会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相似的一个这样的对脉冲增强PPF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和其他的工作相比呢, 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其实这个从器件的这个器件单元, 也就是说这个单元尺寸和这个电流, 做一个比较来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 它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在非常小的一个尺寸下面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写电流, 通常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功耗, 那我们对不同的这个脉冲POSE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流的一个这个线性采集, 就可以得到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这个线性的在人工神经突出里边就会的模拟会实现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准度, 那另外呢, 我们如果是改变这个电压的这个方向的话, 如果我们刚开始在阶级上施加这个负现的电压, 我们经过多次的这个训练之后, 会得到了一个尝试成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逐渐增强的一个状态, 那当我们改变电压方向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抑制, 那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尝试成的一个抑制, 促进和抑制的一个这个过程, 那进步为了也了解它的这个电导特性, 也就是它的基礼的话, 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看到它这个电导的话, 当在最高的时候它也就在1.5这个左右,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常规的理解是在这个材料中可能会有一个导电C4这样的通道, 那如果想要实现这个导电C4的话, 往往它这个这个电导要达到77.5,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它没有涉及到一个电导电C4的它这个形成或者断裂, 它只是一些比方说缺陷呢, 或者一些空穴或者离子一个这样的一个迁移导致的, 那这个如果我们进一步增大它这个脉冲宽度, 脉冲宽度的话我们一直给它这个增强, 让我们会看到它会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限制, 就是说它会一直增加, 这样的话在这个上面它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其实是一个形成了一个导电通导电C4的, 那我们加反向的电压的话, 我们在抑制方面会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断裂, 就是这个就可能是跟这个导电C突然断裂相关的, 我们会发现它的电脑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降, 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做这个同样的和这个IB这个曲线, 这个IB测试的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在我们做这个突出模拟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其实大这个大多数的特性是在这个非导电系丝, 以非导电系丝基礼为基准的, 那这个图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在我们在摊增上施加地上电压的时候, 它主要是以这个意识性的意识性组变为主的, 就是说在它主要是这个养鼻子的它的有脚的有脚的红化能, 它又有迁移,另外是也涉及到这个氧化石墨烯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从导电性的这个一个变化, 那在这个加负电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铜或者是铜离子或者和这个养负离子这样的一个迁移, 也是可以实现一个非导电性的,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热学的一个模拟, 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比较高的这个电流的时候, 它的这个温度升高是比较小的, 也就大概在300多K, 300多K, 所以这个整个的热是比较小, 所以可以忽略是以热效应为主导的, 所以这个就是它对它基底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最后一部分工作呢, 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也是基于这个AFCFM构建的一个超低电压的一个纳米一组器, 那这个工作是和就是安大学利布松博士然后一起合作的, 因为它是做这个纳米材料的, 那我们如果是想要去进一步缩小这个器件或者是这个材料的尺寸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纳米颗粒, 那纳米颗粒的话, 比方说这里铜纳米颗粒, 它可以得到这个, 我们通过调控可以得到几个纳米, 就是可以实现几个纳米, 那铜本身是导电的, 如果是在表面修饰一层, 修饰一个修饰剂的话, 比方有机修饰剂的话, 就是让它去改变它的导电, 不是改变它, 就是说让它整个对一个表面, 有机表面修饰剂修饰改性过的这个铜纳米颗粒的话, 它会有, 会形成一定的室雷, 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导电性会这个差一些,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去构建了这样一个修饰剂表面改性的铜纳米颗粒, 我们就应该对它, 就是看它作为这个组变材料的话, 是不是有一定的这样的组变特性, 会实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这样的电压呀等等, 所以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表装, 包括TEM啊, 然后SRD呀等等,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悬涂到这个金基底上面, 也是基于这个AFM去对它进行这个电学的一个测试, 实际上做了一个对比实验, 就是说用纯的这个没有表面改性的这个铜纳米颗粒构建的这样的一个薄和金为基底, 因为它本身都是全部都是金属嘛, 所以它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实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欧姆接触, 就是全导通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是和这个DDP修饰的一个铜纳米颗粒, 它作为中间的这个组变层的话, 我们会发现刚才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压去突破这个它的这个室垒, 然后比较大的电压会发现在达到1.2或者是1.2左右的时候,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突变, 那同样的在同项的这个电压下呢, 它又返回到了它的一个高阻态,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在同一个位置再做测试的话, 我们发现它又就从一个高阻态到了一个低阻态, 那这里的话,这个明显的区别是这里的这个电压有明显的降低, 大概在4V左右, 那和这个forming,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forming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一个set的一个过程, 那么重复做这样的一个试验, 然后给它也施加不同这个形状的这个信号, DPR信号,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复性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变特性, 组变特性, 就是说意识性组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100条, 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复性非常高的, 而且它这个差异性非常小, 那我们在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位置, 然后做同样的, 我们会得到几组这个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这个耐久性也非常, 也非常展现出比较好的耐久性, 那这个工作, 但是就是我们从这个就会工作的得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器件在就是超低电压, 开端电压下, 四毫幅应该也是目前报道的最低的一个这个工作电压下, 表现出了这个预置型的组变特性, 另外呢, 它在这个非常小的尺寸下, 对于这个它就超低的这个循环间, 以及器件间的这样的这个位置, 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那接下来就是简直就是做了一个原子级别的这个计算分析, 去理解它的一个基底, 那最开始呢, 它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分子有一定的这个代系, 那它与这个薄呀, 以及它这个修饰的铜来, 就是它的界面分析, 勾建了一定的室雷, 然后导致了器件的这个初始的这个高阻态, 那在偏压下这个铜离子的这个迁移, 让它与这个这个流结合, 然后就是形成了一些这个金属性的这个配位件, 然后但是这个键它本身它稳定性不是很好, 所以它很容易断裂, 也就是说它在同几天下, 就是它会发生, 就是会恢复的一个高阻态, 同样的我们,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得到这个在, 得到了一个这个预值, 预值型的这个阻变, 那这个进一步我们用它去在这个脉冲神经网络方面, 因为它比较低的这个电压和功耗, 我们就在这个脉冲电压脉冲这个神经网络方面, 可能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那也找一些, 我们跟一些合作者去进行一些电路的一些模拟, 而会的就是结果显示它们会, 它可能具有会在未来的应用当中, 就这样比较高的精度和低的功耗, 去比较实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应用前景,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结论, 那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 我们这些工作的话主要是基于挡描摊的显微镜, 就是导电压力镜去构建这个非常小尺寸的这样的一个MIM结构的一组器, 我们可以在这个非常小的尺寸内这个实现这个原位的这个纳米突出啊, 以及电学信号的这样一个观察, 这是个方法就是可以可能是我们用用于就是任意一种材料, 比方说我们想要去演参讨某一种材料, 它是不是在小尺寸内具有很好的这个突出模拟特性的话,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方法, 我们不需要先不需要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器件, 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研究结果显示出它具有很好的特性的时候, 那下一步就是就可以去构建, 真正的构建这样的一些阵列或者器件结构, 那我们在我们探讨的这个小尺寸内这个博杨树莫锡铜这样突出就实现了比较低的这个血入电流, 像它的一个这个预植型的这个阻辨, 阻辨现象, 另外呢, 在基于表面改性同纳米颗粒的这样一个纳米尺寸的一种器也实现了, 也表现出了一个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 人说创纪录的一个工作电压, 那下一步的话, 我们还是要构建去构建这个开发, 首先开发这些低微材料的, 它的一个大面积的制备方法, 还是会在这个小尺寸的器件构筑以及低功耗的这个突出阵列的这个构建和测试模拟等等各方面要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最后呢, 要感谢一下我之前的也是之前的博士导师, 还有我们现在一直保持着这个合作关系, 就是Marlena教授, 另外是感谢建桥大学Andre Ferrari教授以及以上两个课题组的所有的课题组成员, 还有就是感谢一下我们在今天我介绍的工作当中相关的一些合作者, 他们在不管是材料的制备呀, 然后这个理论计算以及这个模拟啊应用等等方面, 给了非常大的支持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那最后呢, 再次感谢这个PAC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让大家一起去分享, 去探讨有关这个扫描看真小美镜的一些内容, 最后呢, 这个是刚刚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 那个主持人也介绍了关于这个视频的复播, 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再看一下, 另外是如果大家有进一步的问题, 或者之后想要再沟通, 或者说在做实验当中,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也我也很乐意就是以己之地吧, 根据我的经验什么给大家回复, 这个是我的邮箱,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 还有一点想要说的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基于PAC的支持, 还有之前跟PAC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我们可能会在今年的10月份, 10月底左右会组织一场这个有关扫描看真小美镜的一个中国区的这个会议,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投这个会议摘要, 投海报, 我们会有海报, 海报展示, 然后另外是主要是会邀请在这个扫描看真小美镜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另外呢, 还有就是如果是大家对有关扫描看真小美镜方面有感兴趣的课题, 或者是说你有说想要了解哪个老师的工作, 然后也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然后我们也可以跟邀请那些老师和专家们, 然后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在那个会议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慧老师已经把那个我想说的我要说的全部都已经给大家概括完毕了, 在这个讲座里面啊, 慧老师有这个一页PPT是关于这个表面修饰同纳米颗粒表征的这个PPT的, 然后这个呢是跟, 是他跟这个刘培松老师, 刘培松博士一起做的一项研究, 然后这项研究呢, 同时呢也被我们帕克给收录到这个2022年帕克AFM奖学金的获得者里面, 这篇文章的主要就是这个基于AFM构造的超小尺寸一组器, 然后得到了创纪录的超低组变电压, 另外呢其实也是少见的将这个AFM跟半导体参数分数仪分析以SPA的卖中模块相结合起来测的数据, 所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纳米科学大会是会在这个SPM相关的这个会议呢会在10月27到28号进行两天的会议分享, 然后到时候呢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这个踊跃的进行报名,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poster然后来发给我们, 发送这个poster的老师们呢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可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会有老师们得到这个帕克牌力, 牌力上呢其实是很多像这种图片, 它都是用这个帕克AFM, 我们请的是韩国著名的画家用这个AFM来做的一些图案, 做成一些纪念品, 同时呢这个上面也是的,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将这个相关的一些poster啊, 发给这个以惠菲老师为首的这个纳米科学大会这个组织者这边, 同时呢帕克也会同这个惠老师一起选择最优的这个投稿文, 投稿文件以及这个image, 然后将这个image呢您的image也可能会成为这个艺术, 也会就是说会放在这个相关的这个image上面, 我们会做成这个相关的image, 然后上面呢会写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相关的这个单位是哪里, 这样这个会议呢我们也会在PAC公众号上面, 从这个惠老师进行更多的沟通, 然后联系大家, 咱们这个问答环节还是我看大家都是比较专业的老师们, 那惠老师其实直接可以去这个问答环节来进行这个回答的, 对我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 其实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CFM连接, CFM和SPA连接以及线流的问题, 那这个线流的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使用过探真材和这个SPA的话, 就知道SPA它本身在它那个程序里边, 你在做IV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一个线流, 这个是和AFM是分开的, 就是说你在我们常规的做CFM的时候, 我们在AFM上面会加一个CFM模块, 对吧, 但是在这个实验当中的时候, 在这个连接当中我们不用这个AFM模块, 就相当于这个导电模块的话, 是导电模块是我们一般会跟这个探真针间, 和这个样品连接, 那其实是我们是用这一块SPA去替换的这个模块, 也就是说将这块模块两端, 一端和这个探真相接, 另一端是和样品相接, 那这个电压的输出和电流的输入, 就是采集, 这整个全是由这个SPA去控制的, 那所有的这个程序, 比方说你测这个电穴特性曲线, 这个IV啊等等, IT之类的全都是以这个功能为基础的, 所以说这个线流问题的话, 它就是直接在这个SPA这个程序里边, 你在采集IV的时候, 它有一个线流, 是跟那个是一样的,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比较多的同学和老师都会关注这个线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博图层的探真来说, 对于探真本身也应该会有一定的线流, 请问探真部分的线流是如何解决的, 其实也是, 就刚刚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探真来说还是这个你在采集IV的时候, 其实都是就只在这一个控制去控制线流, 那探真本身, 探真本身有线流吗? 探真本身就是说, 我个人理解是它是没有, 它只是说在这个模块里边, 它会加一个比较大的电阻, 但是它本身探真它就是一个金属镀层, 包覆在这个硅基或者氮化硅基上的一个探真, 这个是没有一个线流的, 另外是还有问就是说这个线流, 没有线流的话会怎么样, 没有线流的话就是说如果当你不知道你这个材料的它的导电性如何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导电性比较好, 或者你这个器件的导电性比较好, 那你给它施加一定的电压之后,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电流通过, 那这样的话就会把你的器件它会顺时的烧掉, 就我们简单说的话, 就是通俗说的话就是烧掉, 就是你能在光学显微镜下会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你的样品, 你或者你的电极它是那个金属是融融掉的, 那同样的就是说这样的如果顺时电流过大的话, 同样的它会对这个探真导电探真它的金属度层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损伤, 就是说你顺时电流特别大, 或者你不加这个线流的话, 它很可能会就是说电流过大的话, 它会让这个金属度层融掉, 那你这个探真就不能用了, 就是也是一个损耗。 还有下一个问题是, 从CEFM实现纳米级器件从实验角度方面如何考虑后率的集成, 它其实在后续的集成方面, 只是根据在小尺寸下我们采集的这个特性曲线去进行一个, 这个应用场一个设计, 那真正的你想要去真正的用这个构筑的器件去做这个实际的这个阵列应用的话, 还是这个应用的话, 这个神经网络应用还是要构建这个器件的, 构建器件交叉阵列的, 对, 这个CEFM只是用它去, 我们去实现了一个非常小尺寸下的对这个某一个器件结构呀, 或者你这个材料在小尺寸下的它这个特性的模拟。 那DTP修饰同纳米颗粒实现超低工作电压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推测就是它, 因为DTP它这个对它修饰它, 我们推测是它比较小的一个室雷, 那它突破这个比较小的室雷的话, 它需要的电压就不那么大, 所以它就是非常小的一个电压就会突破它这个室雷形成这样的一个超低的工作电压。 这个是如何,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何搭建的, 这个也刚刚就CFM和SP是如何搭建的, 这个是我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手动操作, 这个没有一个现成的去说工具去把它们很好的一个连接, 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夹子, 就是一方面是因为探针这个都有探针的那个holder, 那holder的话一般都会有一根导线引出来, 那我们去用一个导电胶带, 或者是用你用其他的一个这样的夹子, 就一个导线有一个夹子去跟它这个引出来的导线去连接, 那另外一顿需要一些转接口和这个SPA的它的那个这个端口去匹配去连接起来, 那另外一端的话比方说样品的话, 其实样品的话我们会用一个铜导电胶, 就是放在这个样品的背面就给它引出来, 也引出来一根类似去导线这样的, 然后也是说通过这个夹子还有一些转接口去跟它匹配的, 然后进行一个连接, 那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粗陋了, 但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导通性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大家就是说目前的商业的这个这个商业化的产品的话, 是没有说直接让二者连接起来的,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用非常简陋的比较统胶带呀导线呀这样的一个来连接起来的。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器件的响应脉冲宽度的极限是否可以达到纳米级别? 这个是跟你的这个模块相关的, 就根据你的这个SPA的你的你的你的这个脉冲模块功能相关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脉冲模块功能的极限是多少, 就可以施加到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半导体分析仪。 我刚刚有个有个问题是能用半导体分析仪连接吗? 这个就是半导体分析仪。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就是线流达到毫安级别, 探针度层会不会损坏, 进而导致测量数据不稳定。 对这个这个问题很好, 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刚刚没有提到是这个, 这个如果我们用普通的探针的话, 它是有就是说20到30个纳米的金属镀层在上面的。 那在这个实验中, 如果我们就是就是需要达到比较大的电流的话, 这个我们用的是一种纯金属的一个探针, 就是纯薄。 就是说这一块整个机体都是金属的, 即使说比方说通过这个磨损呢, 或者什么的, 它会有一定的损耗, 但是说它整个机块还是导电的。 那对于普通的探针来说, 它是有很薄的镀层, 当这个镀层溶掉之后或者磨损掉之后, 那暴露出来的那个机体就不导电, 暴露出来那个这个探针那个机体就不导电, 所以这样就不行。 所以在做这个大电流的实验的过程当中呢, 最好选用这种纯金属的, 这种金属这种探针的话会相对贵一些, 但是这个使用的时间也长。 这个是刚刚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我刚才没有提到, 这个也是很在做实验当中, 特别是做导电实验当中, 导电FM实验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用那个, 像我之前正常用那个普通金属镀镀层的探针的话, 就是我们做这个导电实验的话就做不了几个, 就可能你就就是说它很容易, 就这个比方说上面吸附一些大气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氧化层啊什么, 它很容易导电性就不那么好了, 所以在你想要做稳定一点的话, 就是用一个纯的一个纯金属的一个针尖来去做会好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做PVS的时候是通过AFM本身的模块还是SPA模块? 这个做PVS就是脉冲的话都是通过SPA模块去测的, 因为AFM模块本身它没有这个功能, 那如果是后续比方说这个PAC或者是哪个公司去开发, 可以致力于开发一下这个功能, 所以就不用去这个, 如果能够集成在一起的话会更好一些, 就是比方不用这样做这个连接了, 所以这个目前在我之前的工作当中, 所有的这个PVS测试都是通过SPA, 不是AFM都没有用这个, 没有用这个CFM模块都是用的SPA去测的。 嗯,我看一下。 嗯,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其他的我看大部分都回答过了。 嗯,说是可以直接应用到生物体系中神经信号探测吗? 那您这里是指CFM吗? 那CFM的这个AFM就是这个的话是嗯, 就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就挑战性的一个点, 因为之前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将这个, 嗯, 比方说这个测试直接和生物, 比方说一些细胞液或者一些植物, 它进行一个一个连接, 那其实说如果是AFM的话, 其实AFM现在有一些是液下, 就是说溶液下面做, 或者说可以表证一些生物细胞呀, 或者生物等等的, 但是这个信号的才, 就是做神经信号的探测的话, 我觉得这个涉及到, 比方说是生物体系和这个AFM这个, 去探测这样一个连接, 那目前的话是还是没有这样的, 就是说直接这样的一个系统提供给我, 或者是功能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其实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这样这个尝试去看是不是能够实现, 可能中间也需要自己去搭建了, 或者去构建这样的连接, 那这个是就是说可以是一个, 嗯, 未来的一个尝试, 嗯,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就是现在就是目前是叶范范范可以实现, 对手就是说细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 但具体的, 它的这个神经信号的一个探测的话, 还需要, 还是有的探索, 嗯, 那我就, 嗯, 回答这么些问题吧, 后续的一些问题呢, 前面惠老师也有给出他的邮箱, 然后大家这个发邮件, 对对, 交流就可以了, 像这个十月份会议呢, 刚刚我是想给大家看一看, 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除了像这个笔啊, 这上面有做一些, 用大家的这个一密集, 做一些这个画家的图案以外呢, 其实我们每年, 他都有这个挂例这上面, 然后像今年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挂例, 大家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这个, 不错的, 就是不错的一密集的话呢, 帕克也会把这个做成这个图案, 做成这个设计, 然后在2023年的挂例的时候呢, 去, 或者是进行一些宣传啊, 然后赠送给大家, 今天咱们讲座也是持续了一个小时哈, 非常感谢惠老师的精彩演讲, 像这个问题呢, 我看也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老师们去进行提问的, 然后后期呢, 就是像我们这个增送这个帕克AFM用户手册的这个活动呢, 就这个获奖者幸运儿呢, 就交给惠老师了, 然后由惠老师来进行选择我, 再来私信大家要一下咱们这个邮寄地址,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各位, 也非常感谢惠老师。 好的, 谢谢大家, 大家如果就是有各种问题, 或者已经关于这个想要, 在这个10月份的会议, 这个想要了解的, 或者是了解的报告人啊, 表演内容的话, 都可以随时发邮件给我,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再见。